欢迎大家来到上海 这里是世博园 我是东方卫视的节目主持人于飞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两岸青年论坛的现场 我们现场的朋友先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身边这位陈文倩女士 欢迎 请到了我们德高望重的韦中哥 王韦中啊 跟大家今天来做交流 来来来 韦中哥确实是台湾娱乐教父啊 我们刚才说 创办一个有创意的节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在韦中哥手里呢 有上百个非常出色的节目 韦中在台湾过去 其实不只是一个综艺界的教父啊 我想今天韦中可以让所有的人 可能来听听他的故事里头 他个人其实就是一出戏 很多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呢 你不管想要做什么 你们都认为一定要靠两个字叫做关系 但是特别是在影剧界里头 大家都觉得一定要有关系 所以我知道在影剧圈子里头 或是在一些重要的电视台 或是哪个媒体圈子里头 有些要当到主播 当到什么东西 他们就说那个人的背景很厚 叫做靠霸族 那台湾呢 那个时代啊 在王伟中出头的年代里头 其实那时候比中国大陆 现在还要保守 媒体还要少 所以更讲关系 所以连我都很想听的故事 也想告诉年轻人 我也想听 伟中 你那个时候 你那个时候来到台北 我就很好奇问你 在那一大堆关系 各种拉过来拉过去里头 你怎么混出这一片江山的 这一个是一个long story了 简单来讲 台湾南部的小孩子 就有点像现在 这种边缘城市 或者乡村的孩子 在大陆来讲 在内地来讲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 电视台跟所有的隐居中心 全部在台北 南部小孩子 尤其像我们这种 老宾的小孩子 几乎上是没有可能的 我在宝岛一村 演过了一个片段 叫三朵花 那时候是一个歌唱节目 那歌唱节目呢 就是我们村子里面 有一个大哥 他歌唱得不错 然后那个节目呢 就是歌唱接力 意思就是说 只要能歌唱接力 OK的话 你就可以一直晋级 那我们村子那时候 都看电视嘛 每个人就是家里 就只有几家有电视 谁家有电视呢 谁就大家就 几句看那个电视 那谁家只要 弄一个天线出来 那家就是有钱人 我们叫凯子 那村人家很坏哦 他们家有电视 还卖票 那我们还去买票 要去看那个电视 小时候 他那个票是一个马分纸 上面盖了一个 他爸爸家长的章 我也用个马分纸 盖一个章 鱼木混珠 结果还被抓到 不管 那时候就是这个电视 节目很红 那我有个大哥 他很会唱歌 那他是我哥哥那一辈 那我哥那一辈 我们就拱他去 去台北唱歌 就帮他出钱 然后帮他还 扔个套西装 还是那个大人的西装 他就这样子去了 然后出钱 那村子就送他就去了 然后我们大家 躲在那个电视机前面 就看他这个 会不会晋级 然后就让他举手 后来他一首歌出来 大家举手 我们就一直 他真的就出来了 好 让我们欢迎 家喻捐村来的 什么什么什么人 哇 我们村子就 好乐 就开始唱 第一首过关了 第二首没有过关 没有过关之后 我们全村整个情绪打坏 等他回来之后 被我哥 他们毒打一顿 那时候希望是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可见那个时候 电视圈有多难进 对 那后来呢 其实我小时候 是蛮有这个天分的 我也有虚荣 我就觉得 一定要进电视圈 人出名之后 只要一出名 那时候我们村子里面 有一个女主播 那个主播 他们家是有点关系 国大代表的 这个 嫁国大代表的 这个儿子 她当了主播 她当主播之后 哇 她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她爸妈 马上就变得很开心 好骄傲 我就说我一定要让 孝心不如显心 就是我爸妈很骄傲 所以小时候 就很想进电视圈 就根本 后来 我那时候大学 你们叫高考嘛 大学考试的时候 我本想当画家 我天生会画画 我再批 只要给我一个黑板 一个分笔 我马上就能安静下来 我妈就用这套方法来治我 然后我天生会画画 天生的 所以人家 每一个人都有天分 你要好好把握你的天分 不管那东西技术有多好 但那天分是很重要的 我会画画 我天生神僚王 我可以把很多事情 把很多故事 窜在一起讲 我舅舅叫我神僚王 然后会带一群小孩子演戏 所以我就想做导演 那时候不懂导演什么 我妈说你怎么可能做导演 也不准我做导演 后来我妈呢 就是我们家没有人读大学的 在那个大学联考的那个榜单上 看到我新闻系 那我高中是编校刊的 我就读了新闻系 读了新闻系 读了半学期之后 学校打工 有一个机会 各位如果稍微了解一下 台湾演艺圈的话 有一个叫做朗祖云的 他的爸爸叫朗叔 在台词做巨物头 他是南京人 南京是不是大萝卜 南京人 我会听南京话 我在眷村长大 我南枪北道都会听 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是我一个学校里面 招一些学生去打工 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星 叫做崔台青 崔台青在台中 那个演唱 就是要搭一个平台 台中公园你们去看的话 有一个水池 搭一个平台 我水性比较好 我负责左下角 就拖住那平台 后来我就因为跟这个朗叔 就朗祖云的爸爸 我跟他很熟 那他就很 因为我很温调皮 我从小是眷村里面 最好玩的那小孩 哪一家买酱油 哪一家买味精 哪一家买东西 我就是帮人家去买 所以我到哪家都可以吃饭 我就是眷村的伟小宝 个性特别有趣 会说笑话 不畜生 不害怕 然后跟大人有缘 就这种状况之下 然后他就因为喜欢我 然后就让我去做这个事 没有钱 那时候他电视台打工没有钱 只要能进电视台就行 没有钱 没有钱 所有的就是你打工 然后会有些零钱 去帮大牌 就是腕儿 去买这个便当 比如说一个便当 台币25块 那给你30块 我就那5块 我就凯楼下来 那时候合法的凯楼 就凯楼下来 然后这样存存存 那时候很好赚 那时候稀有媒体 就这样进去 进去就一直等 就是一直在环境里面 所以你初期是买便当的 就买便当 做助理 但是我每一个大姐 大哥 我的嘴巴舔 就是死得不走 我睡也睡在电视台里面 那时候的化妆品 也不是很好 所以早上那些 明星歌星啊 女的来啊 你也叫不出什么人 因为没化妆 跟化妆差很多 所以来 大哥 大姐 也不知道人家是谁 大姐 后来做那个 做那个化妆桌上 一坐下来 开始慢慢化妆 就认识了 张大姐 李大姐 嘴很甜 很会混 然后慢慢慢慢的 那我又 所以整个电视台 我太熟悉了 有一次电视台停电 那电视台停电的插头 只有我知道 你看我摸多手 我后来到台市去 台市那个柜子啊 朗祖云他爸爸朗树走了 过世了 我要去送啊干嘛 都是我的长辈 都是我的亲人 都是我的恩人 我们小时候 我爸订的那个格子 放道具的 都还在 就这样子 所以我对每一个角落都认识 太熟悉了 所以就这样子 一直等到1979年 所以你混了多久 在里头当 买电当的 就是混嘛 外景那样混 到了大四 台湾电视制度 改成制播分离 就制作公司 外面可以有制作公司了 制播分离 我老师叫江吉雄 也是我的恩师 他那时候开始做第一个大型综艺节目 叫综艺100 张小燕主持 然后那个时候 制播分离 我大学快毕业了 那个制作公司成立 我进制作公司 从那以后 民间才能进到电视台做节目 就这样 所以你第一个 可以由你来制作的小单元 是在综艺100吗 综艺100那时候我们写剧本 我第一个在 我那时候台湾男人要当兵 我当兵回来之后 我回到电视台 那时候我同学全部都出去读书了 到海外去读书了 然后我那时候也没办法 没钱 我就回到电视台 然后我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 一回去还没有工作 我就 我就开始打 也就是跑外景 做广告片 后来我第一个执行的节目 叫电视街 林峰组织电视街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那大人写剧本写剧就懒了 那个当别人懒的时候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 后来我就跟陶大伟 也学很多东西 叫陶折的爸爸 陶折的爸 我第一个做单元 叫新闻后遗症 我记得很清楚小单元 那个新闻后遗症 就是新闻上发生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就是一个新闻发生了 然后你给他一个注解 那怎么做这个单元 我在想 任何一个东西 除了有内容之外 做东西就是一个 你要有content 另外一个就是你performance 你怎么表演 那表演没有老师的 尤其我们那时候 没有学表演 没有人学表演 那个时候学广播电视 全部学新闻 没有人教你电视制作 怎么做program 没有 那好 新闻这个东西 我知道 我读新闻 我知道新闻什么东西 那时候社会开放 可以允许 有些东西可以调侃新闻 调侃社会 就像你现在可以 调侃土豪一样 好 有这样子的内容 我要找一个表现方法 我在想怎么表现方法 然后我就这样子 我就把 我就把一个大的一个报纸墙 我就用所有的 那时候台湾所有的报纸 我用那个废弃的报纸 把它贴成一个大墙 墙后面挖了很多洞 然后每个演员在后面 然后音乐这样 登登登登登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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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一推到那个洞的时候 那洞就糊起来了 砰就把报纸打开 打破 那会有震撼力 就报上说啊 什么什么 报上说啊 陈文倩跟于飞两个人 要在这个社会旁边 做一个七年论坛 请来的是一个人 叫做王伟忠 这个人啥都不懂 就可以这样子讲 这个新闻事件 叫新闻后遗症 就新闻造势的后遗症 这样子来玩这个东西 开始做 那是我第一个做的单元 对 那个时候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节目 终于可以播出了 而且效果很好 什么feeling啊 那种快乐 那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还小孩 需要刚毕业 我就跟我们老师 之中讲说 老师你能不能帮个忙 这个单元呢 是我想的 当然那还要很谦虚 大家一起想的 那我说可不可以 在这个单元旁边 打一个说策划王伟忠 他说可以啊 可以啊 我很感激我对老师 我对老师很大气 现在也在上海 我每次来上海去他家吃饭 他每次都喝醉 然后打一个王伟忠这三个字 你知道那三个字 对我的鼓励啊 那眷村小孩 可以在一个稀有的媒体 台北的影视圈里面 打王伟忠三个字 哎哟 那个就跟吃了一碗好东西 唇齿流香 半夜睡着的时候 咋不咋不 还会出现那感觉 真好 我们来说一下 那个大S跟小S的事情 他们是你签约的艺人吗 是你发现的吗 最早不是我发现 但是 别人发现 但是后来整个是 交给你 也不是就是有缘分 后来再就是 他们整个很顺利啊 等等过程是在 我们这边这样做起来的 对 但是你为什么一刚开始看 因为我蛮记得 他们刚出道的样子 他们刚出道的时候 做一个两个姐妹 一起做节目 大S小S 他们在节目上太特别了 他们在节目上的表现 很像现在王伟忠的女儿 他们就是在一个台子 我长女儿就开始笑啊 她就在一个台子上头 然后呢 我们通常做节目 我总要这样正经百做的 对不对 但是他们两个出头的理由是什么 她觉得怎么有这种主持人 他们就说 哎我好想睡觉啊 另外就说 我肯定要去上厕所 就胡言乱语叫 然后大家就觉得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就 她讲完说 我想睡 她就直接趴在桌子上 就是小S嘛 对不对 然后她就给别人看 每一个女孩子都爱美 那时候小S在矫正牙齿 啊给你们看我的牙套 然后嘴巴就打开 很可怕的样子 她也照常给摄影机拍这样 调皮 她那个时候说 小S那时候嚼着牙齿 她说她不要主持了 我说就主持了有什么关系 我正常啊 我觉得这跟我的出身有关系 因为我是个 以现在话来讲 我是个屌丝出身嘛 我是 我是个男部小孩 到台北打天下 所以我当初一座电视 做得比较熟悉的时候 我自己handle一个节目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单元 叫打开中国电视室 现在在网络上 大家可以看到 打开中国电视 跟现在什么 忘想不到差不多 那种东西 就是因为你想 打击权威 我那时候讲电视的怪现象 讲一堆 做了一百多集 大耳光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了 干嘛 我做了一百多集 你现在网络上还可以找得到 都三十多年前作品 屌丝精神 我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另类的 我基本上比较underground 玩音乐的话 就比较underground 就这样子 所以我对权威正统的东西 是挑战的 而且自己没受过这个训 你没受过这个训 没有这种正统的东西 你可能就是要想方法 穷则变变则通 创意就这样子 创意就是逼到死角 你要想出方法来 过日子 想方法 就这样子 然后我看到他们的表现 那个时候 大S小S 对 那个时候流行 那时候小虎队的 小虎队差不多那个时期嘛 那时候的偶像团体 都是漂漂亮亮的嘛 女的就戴个帽子啊 就是仿日风啊 或怎么样 然后一套衣服 打歌就穿 一个月都是那个打歌服 然后每个都这样子 我表演的不好了 就是很少女嘛 那这两个就很特别了 这两个就跟精神病一样 在那边 但是你可以看出 他们的一些不惧 不怕 人一少了勇气 你就没有了灵气 他敢这么 他敢这么这样子 毫无忌惮 这样子玩耍 必有他的道理 你不管他是真勇气 还是他想作怪 他至少不一样 如果别人都在做主流 花很多成本在做主流 要培养一个少女明星 衣服要到外面去买啊 然后要交了 这两个天生好菜 天生奇怪 你稍微调拨一下 他有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 另外一流一派 创造是没有老师的嘛 创作是没有目的的 你如果创作任何东西 一定要想着赚钱 你创作不出来的东西 创作不出来 创作就是好玩 有意思 你想说我做了再说 那可能会开花结果 这是这样子讲 所以我就看了他们两个 然后我就去找他们 刚刚那个时候 也碰到他经纪人要变换 我就找他们做节目 这样子 然后就做我猜啊 然后就一路 就是娱乐百分百啊 这样一路就下来 然后到后来变成康熙来了 那名字是你取的吗 蔡康永 本来这个节目叫做 不一样的十点钟 康熙来了 咱们两个遵了两个字 一个礼拜之后 叔叔起来了 就觉得太多了 我就跟詹仁雄讲 跟小詹 我说我们不要这个 奇怪十点钟 我们把十点钟要做一些 也是做个另类 就是艺人平常看不到的世界 就艺人比较看不到 他的另外一面 任何人不一样的一面 在这个奇怪的十点钟里面 可以展现出来 这样做 那后来就 那副标题叫康熙来了 后来我们就直接叫康熙来了 就这样子 康熙来了 你们找来宾的品位是什么 那个时候 也是找不太上电视的人 或者来上电视 来上电视表现得 比较不太一样的人 我们试图去找一些 怪人 或者是 我觉得就是找马英九 找什么人 连战等来 就是不太上综艺节目的 但可能你要说服他 那那个时候 我们也在影剧圈很久了 多少有点信任度 这样子 所以就 说服他说 你要 你看看另外一面 我记得好像小S 叫连战拿他的游泳裤出来 对不对 那个是 马英九吧 好像是 真的吗 对对对 好像是 我有点忘了 反正就是 他就拥抱连战了 有这样子了 反正有很多种的过程 就是 小S敢嘛 他很敢嘛 就这样子 因为它是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尺度比较大 美中哥还是蛮会看人的 尤其在这个圈子里面 挑人 其实人才很多 想上这个舞台的人很多 您一般看中哪几点 能不能跟大家也交流一下 就是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 我说了 我说 因为我早进去圈子 所以我拥有一些制作的能力 我可以 我说句话来讲 我有捧人的权利 那我捧人呢 你不管 你看 以前胡瓜也好 宗献也好 彭恰恰 许孝顺 这一堆 我都不是长得漂亮的 甚至安心牙 这些都是 安心牙很漂亮 但是都是 都是莫无名这样出来的 你把吴宗献跟 彭恰恰放一起 也各有特色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后来 我在这个行业 做的有点点心得 所以外表不重要 电视台也比较相信我 所以我就 培养了一些这样的人 大小S一样 都不是俊男美女型 都不太是俊男 俊男美女型有个问题 俊男美女 会太注意自己的那个 长相 我记得以前 我在电视台打工的时候 我很记得清楚 那时候电视台有 Camera 1 2 3 我那时候台湾有个 非常会唱歌的 叫做刘文正 第一个偶像 他现在已经不出来了 因为我们做助理 我很清楚 他做左脸很漂亮 你去来学 所以他唱歌就是 做的就行了 他唱歌就是 看这个 这个Camera 1 然后他很清楚 跳2 啪 也是做 然后3 俊男美女的问题 是穿着铁鞋在跳舞 他太知道 自己优点的人 是麻烦 你知道吗 对 对 是麻烦 你只会一种兵器 真的上了战场 钢盔鞋子 石头 咬牙都要打的 俊男美女 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现场 只要长得不好看的人 都有机会了 是吧 没有人不好看 没有人不好看 这句话太好了 没有一个人长得不 每个人都长得不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 自己的优点 没有人不好看 你会不打扮 你有没有自己的 你有没有自己的范儿 这个很重要 有没有自己的范儿 你的范儿是什么 就得德行 某程度来说 人活到老 学到老 接着就是到老的时候 你现在很多人 还要跟年轻人学 但是你还是觉得 很多事情最终 还是有某些 人情世故的东西 对啊 这个是年轻买不到的了 就你对一件事情的辩证 对一件事情的透达 晶莹剔透 就是人 还是很多过程 我们太多的 我们有太多太多 失败的过程 我举个例子来 比如说像康熙来了 这样一个很成功的节目 你觉得他现在 需要你是什么 除了他很意气 还在你旗下 他需要你什么 需要你 得罪人的时候 需要你来瞧之外 我被你瞧过一次吗 他还是要 他一定会有周期的 再好多电视节目 康熙已经很难得了 十几年已经很难得了 他一定有周期的 这是台湾电视 现在碰到一些状况 就是一定要有新的东西 市场再大一点 有点竞争力 在做的变化 对 等等等等 事必是有周期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已经很难得了 所以你就觉得 他到一个阶段 他如果没有办法突破 所有的东西 都会创业 就会往下走 你可以换制作人 等等等等 但这个节目 说实在 康永跟小S 是非常重要的 他把这痛调抓到了 可是自然 他会产生一些 其他的 其他类型的节目出来 或其他 康永现在做 七八二说 什么也是一样 他就会 还会变化出 别的东西来 小S有一天 也会有他的变化 他也可以做一个节目 叫超级辣妈 也有可能啊 因为21世纪的妈妈 不一样 职业妇女 是非常辛苦的 我真的觉得 职业妇女 是一个非常非常 辛苦的工作 但很少人 为职业妇女 去骂人的 这副题来骂人 我觉得很精彩 就是观察社会嘛 我觉得还会有变化 还会有变化 但至少 这个节目 这十年来 创造了一些 不同的 一些风格嘛 最起码 所以比如说 假设人们会觉得说 你们现在的形式 已经有一点限制 对 你就是要参与 他里头的创意吗 我其实现在 像类似这样的节目 我通常都给年轻人做 因为我已经不太会做了 你觉得他们才做得动 会有新的创出来 因为我算资深制作人 因为跟社会的脉动 流行脉动 流行的东西 年轻人 他一个人 就几样东西嘛 你的能力 你的体力 你的耐力 耐力跟体力有关系 你看那个导演啊 我们 我们北方话叫较真嘛 这个镜头就少一秒钟 半秒钟他都不行 就较真 这跟体力有关系啊 这跟体力有关系 你说话也是一样 你形容事情 讲究画面 你是不是要 你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走走就有 要形容到这么贴切 你体力要够啊 对不对 你说话的魄力 跟你讲镜头是一样 跟你分 那是要体力 能力 体力 耐力 财力 社会力 这武力 少一个不行啊 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 我就讲说 资深制作人 是很重要 资深的人呢 sine producer 看事情方法不一样 你看这个景 找这个景了干嘛 就说今天 我今天中午跟制度单位 也不在聊吗 我说论坛性节目 在户外很难 对 就是因为 大部分论坛性节目 大家要仔细听我说话 我要说话给大家听 镜头大部分都大特写吧 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大特写 完 要大特写 那你说 需要这么漂亮景吗 我认为不需要 只有年轻人有这个魄力啊 会把这么多灯 告诉 今天晚上开出来 你叫我们老头 我们才不愿意了 对不对 就没有这个体力 没有这个耐力 很多东西就是傻干 你真的傻傻地去干 这很重要 所以你现在做的 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不是你去 自己亲力亲为 而是你去挑一个 对的年轻的人 把他放到那个里头 让他可以产生化学变化 对 我 我的个性比较 有点像 我有奇人的这个 奇人的血统 我有奇人的血统 所以基本上我是一个 我有点喜欢打天下 不喜欢治天下的人 我是属于一样的人 所以如果我配合 治天下的人 让他配合成 我们公司会做得很好 所以每一个人 是不是要知道 自己的优点 跟自己的缺点 不管你有多成功 不管你有多失败 对 但是你大概 在失败的时候 懂得肯定自己 对 但是你大概知道 你的优点跟缺点的时候 你大概也快 人生也快走完了 我觉得你现在还很健康啊 我还不懂啊 你还不懂啊 我还在小啊 我在学 你还在小啊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就提到 就是说你自己知道 你是打天下的 要找一个治天下的 对对对 现在慢慢会懂 现在 知道你老了 找不到时代脉动 要年轻的 我们看时代的脉动 不急躁 我们会有点距离 可是有距离是美感啊 对 就是你会让年轻人 因为他有那个 能力去抓那样东西 可是你跳远一点看 你会跟他讲说 现在带制作人方法 跟你以前不一样 我想我很凶啊 我想戴制作人是一个一个交 现在我会有点距离 戴他们 然后必要是在给他们一通简讯 等等等等 讲你的凶 这个太有名了 骂 骂 把于飞 骂我 你没有胆 不是 我是急脾气 我不是坏脾气 我是急 我知道好人一个 要不然人家不会跟着你啊 可是你是很有名的 严师出高徒 以前是个性真的很急 那你要不要训练人给我们看 训练我好了 你不好意思 那怎么管 那怎么管 训练我 纠正我的错误 为什么 你没有确定 哎呀 嘴巴实在太甜了 当年就靠这个话 你记得吗 你们碰到一个 已经无法改进的人 就要讲这个话 好吧 就是人 在任何状况里头 都还是要弯腰嘛 对不对 对 你必须要 你要低头就要低头 那你现在还 觉得你有必要吗 还是你觉得 我已经是 好 纵意叫不 我低头 我觉得不低头 还是低头 像康永啊 小艾斯歌 快点我常低头 讲一个 他们害你低头的故事 给大家听吧 他们一定听得乐 没有没有 这个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 韦中讲一个很重要的 我低不低头 我也低头啊 对啊 我对什么人低头 我最容易 对我的属下低头 对没办法 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是人才 你不要觉得 他是你的属下 他是人才 他明明在胡闹 你还是得耐着性子 慢慢跟他讲话 慢慢跟他讲话 因为你要 留一个人才 所以即使你当到 一个长官的位置 你明明的权力很大 而且权力越大的人 某个程度 越不要使性子 对不对 因为你会伤到人 我说碰到人才 让三分嘛 让三分 他就是有一些才华 你比不上 他就是有一些想法 你就要让他三分 你觉得谁 你比不上 我都比不上 我跟你 没两个比 我就比不上 我跟我那年轻人比 也比不上 哪有 太谦虚了 太客气了 但是我还蛮会看人的 可能 人同此心 不同此理吧 人就是这样子吧 人就是有时候悲欢喜乐 就是你要共喜 你看到一些年轻人 像他们这些年轻人 我大概都没有挖过脚 文倩大家知道 我在台湾影剧圈 我不挖脚的 我全部都从基础培养起来 你就看那个人 就知道他也没气 培养到了一个位置 他走了 我就认了 但是都挖我的脚 我几乎不挖脚 我也不太跳槽的 大量阅读非常重要 我小时候也是习惯 那时候资讯不好 我记得 我有几次 就是在村子外面吃烧饼油条 那时候用报纸包的 你看那时候都用报纸包的 只要上面有字 我就一直看 我看得经常忘了上学 就是我很奇怪 我是教科书上的东西 我没兴趣 老师教我的 我就觉得 可是我只要是 教科书外面的东西 我都有兴趣读 我特别喜欢 我又喜欢历史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读书 我到今天还是有阅读的习惯 就是一样大量阅读 然后阅读越有意思 阅读越感觉到一些东西 然后你就会把很多东西 这个 都在一块 对 那个文倩知道 就是 台湾有一个专门研究 这个大脑啊 什么叫红蓝嘛 他写了一篇文章 讲说会有创意的人 其实他基本上是会 把很多不相关的学问 会组织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套自己的创意 我觉得这个还蛮道理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 谈到就是说 尤其是年轻这一辈的人 以前我们其实也是这样了 比如说 别人在跟我谈一些 我所熟悉的领域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领域 那个人最熟 这个领域 王伟仲最熟 那个领域 他最熟 余飞最熟 可是如果在所有家庭的领域 可能 每一个领域都熟了 就是说 我常常跟很多年轻小孩讲说 你未来的世界里头 你不要每个东西 都专到 只有一件事情会 你不见得要在那个事情里头 成为top one 但是你每个东西都要 略微知道 而且有能力把它组合起来 甚至你有能力把它组合 可能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或是你可以把它 因此组合的 穿透了这个事情 让人们看懂了这个事情 其实这就是你的东西 对不对 尤其现在 现在讲的 这cross over 就是这很重要 以前我们学文组的人 就学文组 学理组的人学理组 在未来我觉得不太可能 尤其是做影视 你如果知道content 你知道内容 怎么去创作的话 你在科技方面 对这个所谓的 数位的这个 整个的技术的改革 各方面你不了解的话 你不知道怎么办 像我们最近在做 我一个人跟公司合作 合作这种 virtual reality 就是所谓的 虚拟实境 我觉得以后未来 以后你戴一个mask 戴一个面具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任何东西 你潜水鱼就在前面游 你打球 驱棍就在那边跑 你可能会跟一个女明星 一起演电影 这都有可能的 那你可以一直想 你想完这个事情 你必须要跟科技人开会 说你做到做不到 或者是他提供一些想法 跟你讲说 我有一些科技的东西 你可不可以 用在你的表演上 以前我们要 比如我们要做个大秀 举例来讲 在河南 洛阳 我们要做一个 武则天 当年登基大典的故 这么大秀 武则天登基大典秀 很精彩啊 在历史书上写 就是在大河旁边 这样子 这样做 如果你用石井的话 那不知道花多少钱 可是你说 那后面那河 龙从那个河里面 就串起来 那是可以用 Virtual做出来的 那又省钱 又漂亮 有一种虚实合作 虚跟实合作很重要 你不一想就想 大成本 我多大的大井 不需要吗 不需要吗 像你今天这个井 也是一样了 会用这样的井 来做论坛节目 这就是创意 虽然有点冷啊 可是也很精彩 就有用到嘛 对 就是想嘛 对 所以未来的这个 整个您觉得 作为一个电视导演 或者说 视觉效果的导演 他是不是对他的要求 会越来越高 没错 会越来越高 而且 而且以后 真的是合作 因为这个时代 跟我们那时代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 媒体 影视 资讯 是封闭的 你只要进电视台 你就拥有权威 来 我是制作人 听我的 我还有我的潜规则 跟我走 我说了算 我高高在上 就好像讲台上面 以前讲台流行 老师在上面 学生在下面 现在反过来 学生在上面 老师在下面 现在不是 现在在这种数位时代 互联网时代 每个人都可能做导演 每一个人都可能 成为一个电视台 只是 这个media 到你的手上的时候 你怎么用 你用的好 它有趣 你用不好 它造反 它会弄出很乱七八糟的东西 因为我们那时候 属于精英的媒体 所以这个时代在变 时代在变 很多东西完全都在改变 我相信在未来 以后十几岁的导演一定有 Under10岁的导演拍电影 一定有 10岁以下的导演 一定会有 以后全世界同时看一部电影 绝对有 以后电影不收钱 电视不收钱 它根本就是大的广告片 绝对有可能 真人表演的舞台剧 跟真人表演的东西会 人的价值又会提高 因为以后看真人表演很少 因为现在日本也是一样 有那种虚拟的偶像 根本 就像卡通人物一样 卡通人物他也不嘎戏 他也不耍大牌 他不 真的 他结婚之后 也不要请很大的场面 还不用涨价 也不涨价 多好用 对 你要干嘛就干嘛 以后的变化很大 全部都是科技 所以我觉得以后 去做content 做content provider 要学 学影视制作的方面人 我觉得这种数位的革命 这种科技东西 你不懂没关系 你要大量的 要去跟你的朋友 所以以后创业这样子 创业不光是我们 一群学文的人在一起 那真的是要懂科技 假如在这个时代 懂科技 这种数位技术的人 懂 marketing的人 懂行销的人 大家要合在一起 我觉得一定是这个样子 我基本上 我现在还在学习 我现在为什么 想去学virtual reality 你还在学 还在学习 但是我已经到年纪了 我当然希望 跟年轻人学习 因为真正的人才在民间 尤其现在互联网时代 你所有的东西 那民间的力量太大了 你随便问一个学问 民间人绝对比你的制作人 强一万倍 你问一个数位的技术也好 你问一个大唐历史也好了 你问一个武则天也好了 你问一个汉武帝也好了 你问一个尚比亚也好了 你问一个黎巴仁也好了 你问任何东西 民间太厉害了 所以以后一定是互动的传播 一定是互动传播 以后的变化时代太多 所以我还在学 可是我到这个年纪 我所学一定有限 所以我就是只能跟着时代慢慢进步 在做我自己能做的事情 我珍惜我能做的东西 我的过往 我这个时代是很精彩的 我的父母这一代 从大陆到台湾 然后我有很多故事 我的眷村 对不对 我对人情事物的了解 那我觉得这是我的 我的世界 我要好好把握 最近有部电影叫做Intern Robert De Niro跟安海纳 我也是所演的 Intern 对 那就是讲说这个 叫高年级实习生 那个就是标准的美国社会 三个月可以成立一个 新的一个这种科技 就物联网的公司 那要聘 都是年轻人 那一个七十岁老头 怎么进去做一个Intern 就互相互补 同中求异 一中求同 互补所需 结果发觉很多事情 还要人情事故 我们老头就值钱了 所以你看那电影 看那电影 回家很安慰啊 很安慰 因为你看现在 组织节目也是一样 组织节目都是年轻人 可是你别忘了 以后我相信节目里面 你说很多年轻人 有一个比较年纪大的 在旁边 但是他不是当群威 他来所学习 学习你们年轻人 这怎么回事啊 余飞 哎呀 让我试试看 好玩 在未来是有趣的 我知道余飞想问我说 伟中哥你看年轻人迷茫 你能不能告诉他们条路 我不行 我不行 因为我走过的路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我觉得有一次 我一个学校的老师 我不太演讲的 我不太演讲 后来我学校的老师 找我去上了一堂演讲 我本来想讲一些 我的传播经验 我觉得这个 你们听天当好听 好玩 在里面听到一点 蛛丝马迹 怎么样 他讲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 叫我去讲生涯规划 我说 我一开中名誉 我就讲说 各位同学 如果你们照我的人生 生涯规划走的话 你必死无疑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无法告诉 这些青年学子说 你应该 你应该怎么样去走 一二三四五 我无法告诉你 但是 活到 就是我跟文倩这个年纪 就是说 这个感觉来讲 我只有 大概一两个 一两个件事情 可以跟大家说 这个事情去做 应该不会差距很大 就是说 我觉得人只要身心健康 什么事都来得及 只要身心健康 什么事都来得及 所以身体很重要 身体很重要 要 然后身体健康 心理也很重要 你心里不要有太多的 吃衣恐惧彷徨 不要太多 因为没有用 这种东西只会伤害你的实力 没有用 所以我觉得 有些年轻人太多时间 花在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太多在滑上面了 你知道吗 一直那种 其实还是自己 经历比较好 要是多精力 要有点勇气 多精力 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我们今天 只是分享一些经验 给大家听 各位觉得有趣 当笑话听也可以 我不能教你什么 我为什么资格教任何人 我俩女儿 我都教头昏眼花了 我只是说 我告诉各位看 我快六十岁的人 文倩快三十岁的人 我们还有 我能不厌其烦 也不计酬劳的 花这么多时间 跟年轻人做沟通 一直说 一直说 很非体力 他讲酬劳 讲得大声 因为他今天没有酬劳 没有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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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这么多体力 跟大家说 所求何在 也没有为钱 也不是为民 可能为两岸交流 真的想有点像想 可是所谓何在 就是尽量用体力 告诉我说 你看 我们还 我们有这么多故事 喜怒完来 还有这么多故事 人生一定要有故事 而人生不是光是一个 手机在那边花了 人生要有故事 有故事就精彩 很重要 我们受的罪 我们受的那种 那种 那种事情 也不知道有多少 真的 也一堆一堆的 要说苦啊 要诉苦啊 鱼飞啊 我能说一大摞车出来 没有用嘛 没有意义嘛 对 For what 哈哈哈哈 来 我们要不要开放 给下面的同学问问题 因为我看时间 要让多影同学参与 呃 大家也越越欲试了 你们要了解 今天如果你的表现不错 你有本事跟小S一样 让他看出来 You're so different 你可能会得到一些 很特别的机会 Big surprise 对 有没有什么人要问问题 王老师你好 我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 义务波音主持班的 库尔班乌斯曼 那么今天我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随着科技的发展 现在已经有 机器主持人的出现 您是怎么看待 这个机器主持人的出现 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 您会买几个主持人 在你的栏目中 去聘用他们吗 第二个问题是 呃 您是发掘了很多 非常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那么如果将来有机会 可以让您去 根据您的喜好 来设计一款 机器主持人的话 那您会设计一个 怎样类型的 怎样风格的 怎样品质的一个 风格的一个主持人呢 哦 我基本上 还是比较相信人性 我不太 我认为 在我的 我不知道了 我不太相信 我不太相信 机器主持人 可以取代很多东西 就跟电脑一样 我觉得它还是 没办法推演出 很多的东西 它可以计算 它可以计算 但它感觉不到 人眼神里面 最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干主持 还是个服务业 还是个 不见得要赢得尊敬 赢得喜欢就不容易了 一个人要让人家 让人家尊敬 我觉得很简单 只要你做就好了 或者什么 但是一个人要 被喜欢不容易 真的 你好喜欢这个人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蛮相信人的 可能我老派 所以我不会设计 机器人主持人 你放心 来 这位女孩 谢谢 汪老师你好 您在开头的时候说 每个人都会 一定会有自己的天分 那我想问 如果一个本来以为 自己有天分的人 进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以后 却发现 自己并没有什么天分 那么接下来 他该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啊 我是有点幸运 是有点幸运 有点不幸 我讲给你听 我的幸运 我的幸运 变成我的专长 我的专长变成我的事业 我的事业变成我的生涯 我的不幸是 我除了干这一行之 我无路可退 所以 如果有一天 你发觉你还有兴趣存在 你不见得把它当职业 你可以把它当作兴趣 当作嗜好 人生不一定是这样子 我干这一行 我无路可退了 如果你就像 如果说你一定要做歌手 你不做歌手就会死 还是你把唱歌当作一个娱乐 有天你做企业家 或做小生你还可以唱歌 这个人生有两种发展 然后你说你比较 你比较没有天分 我不得而知 你是不是还在这行业上 我今年是广播 大季 大二的 大二的 对对对 你大二就发觉自己没有什么天分 对因为现在 如果你的天分是发觉 有些人没有天分的话 那你很厉害 老师好 我也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十三班的同学 然后我想问你一下 刚刚你们在谈论的时候 也有讲到 就是现在这个娱乐综艺节目 它的这个周期性非常短 就是有可能很短的一段时间 它需要进行一个更新换代 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想问 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快节奏的一个 文化当中 它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沉淀下来的 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能够一直保存在这样子一个 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的 谢谢 我觉得做影视节目 还是要跟社会的脉动 能够互相能够契合 我觉得这很重要 还是要不断地观察社会的发展 我觉得这是做节目 不管做综艺 做戏剧跟各方面来讲 很重要的事情 要观察社会 这个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变的 对 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给这位同学 那么我想问一个非常简短的问题 就是您对现在的新人 现在的学生 您觉得现在的新人最大的通病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创意不足 我觉得你们现在所学的东西 所看的任何的表演跟主持 是电视上曾经看过的 所以你还是用第一逻辑在想 说你们所学的东西都是这个东西 你要有自己的风格 我还是跟各位讲 在未来的时代有主流媒体 也有所谓的其他另类的媒体 媒体太多了 所以你若在主流媒体做出来的艺人 叫做明星 你在另类媒体做出来的人 就像玩歌一样 歌手有些是主流歌手 有些是alternative underground 英国有很多中文歌手很棒的 分门别类 在你那个流里面做最好的艺人就OK了 你知道天下的事情分技术 艺术 魔术 巫术 就看你玩什么术 你技术本位很愉快了 有些人玩巫术 他什么都不会 他弄那个巫术你就很迷他 很难解释 在你们这代比较好 就是以后的艺术分门别类 以后的媒体各司其行 所以基本上以后有主流媒体 有另类 有直播 有B站 有很多东西所存在 所以你要做一个艺人 基本上可以在各种各种的频道里面出现 跟以前不太一样 这点是真的 就是我讲的 你若想做个流浪歌手 你也会吃闹钱 或怎么样 你会在你那个范围里面做头 这个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我最后问你一个ending 你人生最精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这个时候 我猜到答案了 好 我们给他展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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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什么时候 我会感到你用这个帮忙的 我会感到你把我感到你 我会感到你 你会感到你 我会感到你 我会感到你 你不太感到你 可是我感到你 我感到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